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天鹅事件是否会导致全球经济徘徊于危机边缘 它触发了一个非常大的黑天鹅事件 三十年以来一次的 这个是一个短期的冲击 而且是过度反应 这肯定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危机边缘 边缘这个词呢 跟会发生之前往的事 市场震荡 中国投资者该如何配置资产 如果做货币的话 可以关注欧元 黄金应该是有机会的 你要伦敦赶快去买 趁着现在是 应该是一个相对理想的草底时机 英国脱欧影响几何夏季 《头脑风暴》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大家好 让《头脑就是风暴》 让《头脑》改变头脑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头脑风暴》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马洪曼 在我们上一期的《头脑风暴》节目当中 我们探讨了英国脱欧的原因 还对它未来的发展趋势还有影响 做了相关的分析 而我们今天的《头脑风暴》节目呢 继续来探讨一下在财经层面 英国脱欧之后 会不会造成下一波的经济危机 英国脱欧之后 到底有没有赢家和输家 对于包括中国 美国在内 这些大的经济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 对于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说 这样一个重大的全球政治经济事件 它给投资市场带来的投资机会在哪里 投资风险又有多大 6月24日 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揭晓 全球金融市场哀鸿遍野 当天 英国金融时报100指数开盘下跌8.7% 法国CAC40指数下跌7.87% 德国DAX指数下跌近10% 英镑和欧元也遭受巨大冲击 英镑对美元汇率当天一度跌幅打13% 为30多年来最低值 欧元对美元汇率跌幅超过2% 7月19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将英国2016年的增长预期下调0.2个百分点 2017年则下调了接近一个百分点 据IMF测算 脱欧可能导致未来三年 英国经济规模缩减5%以上 据英国工业联合会估计 到2020年 脱欧将给英国经济带来1000亿英镑 约合9000亿人民币的损失 著名投资人乔治索罗斯在英国卫报上撰文指出 脱欧后大约5年时间里 英国每个家庭每年会出现3000到5000英镑的经济损失 商品大王罗杰斯警告 英国脱欧的决定将导致一场比2008年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并预告这将比任何熊市都要糟糕 但是包括欧洲央行副行长康斯坦西奥 牛津经济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斯莱特 均表示脱欧影响力可能被夸大了 与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不同 英国脱欧本质上不是金融危机 而更大程度上是政治事件 它给市场带来的冲击更多是心理上的 而不是直接的对付危机和信用破产 本期风暴嘉宾 学院派盘雅玲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丁淳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欧盟让莫内教授 于南平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 市场派 蔡卫明 卫明海外置业及生活馆董事长 卫明不动产智库创始人 洪浩 交引国际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策略师 边封伟 国泰军安首席分析师 评论员 胡润 胡润百负创始人 董事长 约翰马林斯 古巷大酒店总经理 英国脱欧对世界经济 是不是指黑天鹅 会不会酿成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 风暴即将开始 一开场呢 需要我们现场的八位嘉宾来亮明你们的观点 英国脱欧 首先它是一个黑天鹅的 小概率的事件发生了 发生之后 是不是意味着全球经济会因此 陷入到经济危机的边缘 如果觉得会因为这样一个事件 导致全球经济危机处于边缘状态 举沟 如果觉得不可能的话 举差 来看一下各位的基本看法 OK 先看一下 大家觉得比较有意思 我右手边三位学员派的代表 都认为我们大惊小怪了 让我们左边三位市场派的人 他们说就应该大惊小怪 这个边缘尾先来例论一下吧 为什么会觉得危机会风险很大 我们觉得这个短期的危机 应该说是流动性的危机 这个我觉得在当天已经释放掉了 大家看到这个整个市场的表现 就当天汇率 股市 美国债市都出现了大跌 这是流动性危机 这个我觉得要比次贷危机要小得多 但是我觉得英国脱欧最大的问题 我们感觉是整个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在明显地萎缩 它后续的影响 它的量化的这种风险 我觉得现在才刚刚开始 之后才是每个地区 每个国家量化这些风险的 最后释放的过程 这个释放的过程会很慢 但是我觉得如果刚才你说是危机边缘 那我想这是必然的 这肯定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危机边缘 而且这个全球化进程的萎缩 到底会导致最后的变化 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格局 其实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不同意见 来 刘老师 这个英国脱欧对全球的经济影响来讲 跟这个2008年始发于美国的这个 所谓的金融危机 这是完全不同的 它不是个等量级的 原因在于说 作为储备货币来讲 这个刘老师也非常清楚 英镑的这个比重吧 这个跟美元无法相比 一个60多 那一个比例是要 在不到10%这个水平上都到不了 因此系统性风险来讲 其实就对英镑本身会有影响 但你说对全球的角度来看 其实金融危机复苏到今天 仅仅8年时间了 依然是美国是目前整个经济增长 是目前是恢复水平是最佳的 那么美联储作为全球央行 它这个定位毛没有发生改变 因为08年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发现美元这个毛漂移了 找不找 毛了 当美元这个毛还存在的时候 你要指望全球发生系统性的 兑付的 流动的 包括经济增长的这个绝对的问题 那可能找不到 但是影响有没有 有 所以边缘这个词呢 跟会发生这是两码事 因为美国那个时候08年出事 我们知道全球一定会出事 肯定会出大事 但是这一次你会发现 欧洲有震荡 所以核心问题是 您觉得虽然有不确定影 但是不至于酿成危机 就是我们的系统性 全球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这个是一个 不可能出现的 目前你看不懂 好的 来 这边洪浩 我觉得要分开来说 我觉得并不是每一次 金融市场的危机 都会导致经济危机 这是第一点 这是要大家搞清楚 那么金融市场呢 在脱欧的当天呢 已经反映了很多负面的消息 就是我们看到的盘面呢 基本上是30年之内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了 就是金融出现人员 可能这一辈子就看了 这一天 但是呢 脱欧这个事情和 就是说全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 在这个时间点里头受阻呢 它应该是有一个 比较大的相关性 那么因为呢 我们看到的是呢 美国的 不仅仅是美国 就是说全世界 基本上现在有 14万亿左右的 政府债呢 已经进入了负利率的阶段了 那么市场的经验告诉我们呢 只要你的这个 政府债呢 进入负利率 或者说人民在 人们在极度恐慌的时候呢 这种恐慌的情绪呢 对金融市场的事情非常大 脱欧呢 它触发了一个 非常大的黑天鹅 是30年以来一次的 那么脱欧之后 还会有别的 这个市场呢 已经像马老师说的 已经在一个边缘 那么任何一个东西 稍微碰它一下呢 它就会产生一个 非常剧烈的反应 那么这种金融市场 剧烈的反应呢 是否会最后演变成 经济的危机呢 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但是很敏感现在 非常敏感 汤老师来 因为他俩的观点 是有矛盾的 他俩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 洪先生的观点 我们还是比较赞成的 就是说金融市场的 短期指标 它不代表经济危机 未来的判断 所以我觉得 这个整个金融市场 应该叫流动性泛滥 不能叫流动性紧缺 因为就是流动性太多了 所以这个价格被炒起来了 有大涨的 有大跌的 然后大跌了以后会大涨 大涨了以后会大跌 这个市场并没有失控 刚才我说的这个 当天的那一天的危机 是流动性危机 当天因为贵率市场 美国国债大跌 它都是有杠杆的 30倍 50倍的杠杆 所以大跌以后 它必须要去补流动性 这种补流动性的动作 是一次性的 那整个流动性泛滥的 这个泡沫 这个脱欧事件 和整个金融市场的 那个点 它最后的那个泡沫 吹到某个位置 它要去刺破的那个动作 这是第一次 但整个经济的萎缩 我觉得全球化倒退以后 整个复苏之路 会更加的坎坷 这我觉得是确定性很高 是 唐人这观点 怎么来看呢 全球化的道路 遇到阻碍之后 大家对经济增长 没有 我觉得现在的经济 没有2008年那么悲观 因为2008年的时候 整个的经济是衰退复数 而且世界经济 包括美国经济 它的增长率 大概都在2%以下 而我现在看到的 世界经济都在3%左右 如果2%叫低迷增长 3%叫中速增长 欧洲经济再不好 英国经济再不好 英国经济还有0.8%呢 对不对 就是今年可能对它冲击比较大 它依然没有衰退 而且再是日本经济 它是摆脱了衰退 它现在有0.5%的增长 美国经济应该是2.4%左右 这指标在这摆着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你能说到了这个危机的边缘吗 没有 只不过是产业结构的调整 和区域的结构调整 还有这个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这种不均衡的调整 压力越来越大 因为正是落差越来越大 所以你的整个经济不稳定性 特别的突出 但是我觉得世界经济 没有那么悲观 所以大家如果把悲观说多的话 就是金融市场运作的空间 您的意思 他们有的空间了 就可以运作了是吧 丁老师 我同意谭老师 刚刚余老师的这个观点 我是刚刚举牌是 不赞同会产生这样一个危机的 我觉得一个就刚刚讲的 这个是一个短期的冲击 而且是过度反应 从欧盟经济本身来看 其实从去年基本上 已经是稳定 今年如果正常这个情况的话 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 这样一个增长势头 所以这个英国偷 以及相对应所产生的不确定性 以及可能的所谓这个 Dominoco来效应 只要这个东西不产生 那么相对应的这个欧盟 整个或者整个欧元区 基本稳定向上的这样一个趋势 是没有改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08年的这个危机 开始到现在 大量的各国都是在用货币政策 来解决问题 所以造成了流动性泛滥 那么各国歧视业已经看到这个问题 更多的从需求的这样一个调整 现在逐渐在向供给端的这样一个调整 在这个移动 很明显去杠杆等等 实际上已经在开始 从完全要走出来来讲 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整个这样一种新 包括一些新的产业的这个出现 新的产业的形成 实际上慢慢在这个 准备相关的这样一个阶段 所以我并不认为 因为这样一个黑天空事件 会马上引发全球的这个危机 赛老师这个 好像我们这一帮压力比较大 他们三个学员派讲得偷偷是道 我觉得刚刚三位的讲法呢 我相信至少索罗斯是不同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索罗斯在这个英国脱欧之后 在欧洲议会上说了一段话 他说金融危机正在展开 不是我说的 也不是我们三个说的 是索罗斯说的 但英国脱欧将之加速 依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这是索罗斯的判断 当然它也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的是 英国是欧盟的金融中心 刚刚余教授讲了一个话 他说英国脱欧呢 应该不会存在系统性的风险 用古时候的讲法呢 就叫做千里之低 溃于雨穴 那看起来这是一件小的事件 只是一个黑天鹅 但是呢 它所串联出来的各种危机 不能单纯的解读为 所谓的政治事件 我特别找了一些数据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76%的欧洲对冲基金 它的总部设在英国 74%的OTC 就是消息市场的衍生品交易 在英国 55%的PE基金 总部设在英国的公司发起 42%的欧洲养老基金的资产 来自于英国 35%的欧盟国家的风险投资 由英国的参与 更可怕的是另外一个数据 90%的美国投资的公司 在欧洲的网点就设在英国 所以你想说的就是 离开了英国 离开了伦敦这个金融中心 它所造成的 整个的市场的格局的改变 我可以打断一下 蔡老师的说法吗 其实这个里面是这样的 的确从注册数量 包括整个的金融 叫伦敦金融城 这个问题 我们不用怀疑了 全球的金融中心 现在除了讨论的问题 是说把伦敦关掉 搬到法兰克福去 有人在讨论这件事 不行咱会卢存宝 欧洲人有人讨论这件事 还有要去都柏林的 都柏林也有 这个东西你要是 客观的供应应该怎么算呢 就是说这次欧洲央行说 我准备2000英镑的 这个应对基金 防止挤兑 卡尼说 其实你发现2000英 根本没用了 根本没用 因为当天头一天的时候 大家就是因为 就是有预期说不会脱欧 没有做资产配置调整 没有发生大规模的 系统性的提取资产 那么索罗斯在Gartin 说这个观点 包括他因为索罗斯 内心角度来讲 我们分析他这个人 他是个非常复杂人 他本身是希望欧洲统一的 但是他也不得不 做一些风险防范 因此来讲 他在金融上 做了两种对冲 比如说他是买多英镑 但他做空了德银 他并没有输钱 英镑是跌了亏了 他做空了德银赚钱了 我们要看的一个问题 什么呢 所谓产生系统性风险的概念 就是说 真的英国已经跟欧洲 没有关系了 所以脱欧脱的 脱干净 脱干净 那事实上 他脱不干净 刘老师 您这逻辑 两边都可以说 你说因为没脱干净 所以风险没那么大 他们就可以说 因为你慢慢在脱 所以大家更受不了 更多受打击 反而危机会变得更大 全球化的一个新特征 就是这个新特征非常重要 它是以跨国公司 以跨国产业链来形成 这个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英国脱欧了 你德国的产品在全球卖 它是全球产业链构成 谷歌的产品在英国卖 它是谷歌的产品 跟你国家已经关系不大了 你是哪国家 只不过这个公司是美国公司 那公司是个德国公司 它只有这个差别 所以全球化我的观点是 没有宗旨 它跟我们20年前所熟悉的 用区域一体化的玩意方式 不太一样 它由跨国公司 做全球产业链整合来进行一体化 因为全球公司 这些强势公司哪都能卖 OK 约翰怎么来看 这个不是2008年一样 这个是分开 因为这个是还没完了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没有Crystal Ball 但是如果是D 有优势有advantage有disadvantage 还有你必须知道是什么优势 什么不是优势 还有你的strategy必须改变了 其实我觉得全球的经济 很重要一个点是信任 所以这次英国脱欧的 是对全球的经济 还是带来一些负面的信任 所以这个肯定会对 造成一些后果 我们今天没想到的 可能是在美国的 可能是在欧盟的 可能是在其他的国家的 所以我认为现在 大家都有一点担心的 这个信任度是下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 把这个全球的经济 会浓得更危险了 英国脱欧将给中国 带来哪些影响 肯定这是一个negative的东西 这个对我们会有影响 放眼全球 谁是赢家 谁又是输家 觉得美国 英国 中国相对 可能有利面会多一点 数价肯定是英国和欧盟 俄罗斯和中国 没有赢家 只有数价 英国脱欧影响几何 夏季头脑风暴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一宣布 引发全球市场剧烈震荡 日元大幅飙升 涨幅一度超过6% 对增长疲软 出口依赖度高的日本经济来说 无疑是个噩耗 法国表现的相对淡定 英国脱欧后 随着金融业重心变化 也可能给法国和欧洲金融业 带来新发展契机 美国不得不重新调整 其对欧盟的诸多战略 7月初 美国政府与英国高官 已开始就英国脱欧后 两国贸易双边贸易协定 展开初步协商 而伴随美元大幅升值 美联储未来的加息也将更加谨慎 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 也未能置身事外 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宣布后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跌破6.68 贬值压力持续加剧 7月19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爆6.6971 逼近6.7大关 创近6年来新低 脱欧情绪 历经数周动荡 终于有所消散 新铁娘子特雷沙梅 正式上任英国首相 也为英国政局带来了表面上的挺进 由此英镑 继上周触及31年低位后 小幅反弹 目前英镑持稳 但仍贬值10%左右 那么英国脱欧 放眼全球 谁是赢家 谁又是输家 风暴正在继续 好 接下来进行场内的各位嘉宾 来仔细来写一下 这个英国脱欧的事情 对于全球的经济 主要经济体来说 谁是赢家 谁又是输家 请大家来写一下题板 我就写了没有 没有 赢家也没有 输家也没有吗 没有赢家 只有输家 逻辑很简单 就是在过去这么多年里头 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从 互相贸易 那么逐渐地开放这个贸易的 这个 贸易的这个限制 重重得益 那么整个全球进入一个 一体化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 现在我们想象一下 这个脱欧 它只是一个症状 就像你感冒 或者说你有别的疾病一样 它可能表现出来 症状都是发烧了 但是它下头有更深层的原因 就是说 这个一体化的分裂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过去这么多年 从大家每个国家 都从一体化 共同贸易里头得益的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 过程反过来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 没有什么赢将 只有一个相 可能会相对影响较小的 谁觉得有明确的赢家的 赢家是俄罗斯和中国 是俄罗斯和中国 肯定你问我为什么 俄罗斯因为他们不太喜欢欧洲 还有现在他们看欧洲 有一点的神病 欧洲有问题 欧洲应该可以好 中国和英国一起 慢慢的很好 还有 可以学习欧洲 有问题有望解决 我觉得英国脱欧是欧盟内部 自己讨论的事 对吧 西方世界就是西方世界 在这个战略问题上 你不要忘了 还有北约存在 对吧 在这个问题上 是由美国 而且有可能是反的 对 有可能是反的 对吧 因为如果是英国脱欧了 那么大家现在 很担心的是 东米的误会效应 对 大家会不会争先恐后走 恰恰是因为俄罗斯在旁边 是 所以好多国家 特别是新的中东欧国家 新成员国他会非常担心 出于安全考虑 他也会抱得更紧 而不是相反 对 这是个基本逻辑 而且从这意义上来讲 欧盟会更加的妥善的去处理 跟英国的关系 因为英国在整个欧盟当中 它是拥合的 它是整个北约在欧洲的一个资助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完全同意刚刚那个讲法 就是说俄罗斯这个赢家 即使是战略上来讲 可能也不是 就还得看情况 你就受损的经济体 受损是谁受损最大呢 受损我觉得最大的 应该是英国和欧盟 赢家也认为是没有的 没有 OK 就是英国和欧盟 两个分家的两个 当然肯定还有其他的受损 但是最受损的是英国和欧盟 分析一下 而且最明显的 其实是不确定性 所带来的问题 我大概区分了一下 我觉得 我从金融和货币的角度想 我觉得美国 英国 中国 相对可能有利面 会多一点 冲击会小一点 就美国 英国跟中国 要相对受益是这意思吗 对 因为我觉得 特别英国为什么会受益呢 我先说美国 美国对欧的战略 不是要重新考虑 而是已经按照它的步骤 去实施了 对不对 这个是跟美国的规划 有特别重要的关系的 而美国人跟欧洲之间的关系 在货币上是竞争对手 在政治经济上是同盟关系 所以它要取消的是货币 在经济和政治上 它依然会跟欧洲去合作 从英国的角度 我觉得现在市场的说法 相对有点偏激 因为我觉得 英国公投是一个结果 但是英国脱欧 已经是一个事实 对不对 它这么多年 一直在远离欧元区 在脱离欧盟 这是它的一个进程 最后公投的一个结果 所以伦敦金融城的地位 已经确认了 英伴的地位是在上升 这点大家都看到了 大家在经济低迷的时候 在市场非常动荡的时候 大家会离开金融城吗 我觉得炒作的短期因素太多 不确定因素很大 未来怎么发展 现在很难定夺 中国相对来讲 我们对英的这种战略 和对欧洲的这种战略 是我们这一届政府的一个智慧 也是我们洞察 未来的一个远见 所以相对我们这种做法 有一个磨合期 有一个震荡期 但是我觉得未来的势头 我没有那么悲观 相对于不好的 应该是欧元区 日本和俄罗斯 因为我觉得欧元区的冲击力 将来会越来越大 因为从经济的角度去看 谁有实力 英国有实力 欧元区的整体实力 包括法国 包括意大利 包括其他的国家 都是在弱化 德国是另说的 而日本在这一轮的欧洲的博弈当中 日本 我说一句话 是个替罪羊 就是日元升值 不是日本的初衷 日元升值 一定是跟美元的战略有关 这次特别莫名其妙 他被做了避险波币 没错 他被做了避险波币 利率低 然后金融又不好 那你能叫避险货没 这是一种误区 照理说货币市场的资金 最灵敏 怎么会出现误区呢 这里面跟美国的策略 和美日之间的货币默契 有特别重要的关系 第三就是俄罗斯 为什么是呢 因为俄罗斯在扩大 跟欧元区的合作 因为它有意向 要跟欧元区合作 它也在持有欧元 而且它未来的想法 是不是加入欧元区 这都是美国关注俄罗斯 货币竞争最重要的关键点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如果欧元区有问题 俄罗斯问题也会答 因为富豪都在西班牙了 葡萄牙了 这样的地方发展 它一定会对俄罗斯 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现在我觉得谭老师 应该讲的是相对赢家吧 其实我觉得呢 现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 谁贬值谁赚 就这么简单 谁贬值谁赚 对啊 因为你想一下 英国脱欧之后 基本上呢 股指回到脱欧之前的位置 但是英镑贬了10% 很多像日本这种国家 罢不得它贬10%呢 一下子贬了10%之后 你对这个国家的贸易 这个相对的这个优势 就体现出来 中国也是 那中国我们银行 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而且是一个正确的决策 就是我们 有两个估值的毛 就人民币汇率 有两个估值的毛 一个就是这个美元 一个是我们一篮子货币 一篮子 美元升值我们就贬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一篮子货币贬 我们跟着贬 所以怎么着呢 对吧 我们采取这种方式 不断地把这个人民币 这个汇率调整 然后呢 把我们的这个结构性的 调整的成本 转移到 通过贸易 转移到别的国家里 我觉得刚才我们对金融市场 我觉得是大家过于乐观 我前段时间正好 有一个片子大家都看过 大空投本身发生事件的时候 是在06年年底的时候 一直到08年才出现事件 大家真正对08年 出现金融风险爆破的时候 到雷曼兄弟出事 大家才觉得 这个事实很大的一件事 07年年中 大家还是很开心的 其实事件在06年 已经埋下伏笔 所以我觉得脱欧事件 虽然不一定有 最后那么大的结局 但这个事件的导火索和影响 我们绝不能消去 那你有哪经济体 我觉得经济体 我写的是全部 大家实在没办法 比的是谁贬值 那贬值的时候就是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而且我觉得 现在把所有的焦点 放到脱欧的这个事上 所谓这个黑天影 我觉得这是一个表象 而背后的东西是什么 美元贬值的风险 你就在欧洲脱欧的时候 国际货民兴组织出来说话 美国的美元 被高估了10%到20% 那个时候美元指数在96% 如果按他这个说的话 高估了10%到20% 未来美元指数要贬多少 86到76% 所以呢 这就是在造势啊 所以真正未来的风险 是在美元身上 美元的变化 会给全世界带来风险 这才是关键点 好的来 胡润 我觉得 我觉得数价肯定是英国和欧盟 你开玩笑就是李嘉诚 他的财富也缩水的很多了 我们的全球富豪邦的英国人 应该都是财富都缩水了 因为都是英邦为主的 就是 是双数的 而且特别是短期内的 我觉得从英价的 我觉得中国有蛮大的机会 因为中国现在也可以 就有投资英国 就银帮也下了一些 这个虽然是一个小的经济 相对全球来说 当然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我觉得对英国未来 长期来说 有点像一个企业家下海之后了 它是承担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风险 但是做起来了以后 可能对它的总体来说 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英国算下海了 就是脱欧了 那就是短期内的很辛苦的 但是从长期来说 蛮好的一件事 市场震荡之下 投资机会在哪里 如果做货币的话 可以关注欧元 黄金应该是有机会的 你要伦敦赶快去买 我觉得英镑其实应该会有机会 资产配置 中国投资者该如何对策 现在全球的核心资产的 配置方向 看的是美元的动向 黄金是一个比较确定的 英国脱欧影响几何下景 头脑风暴正在播出 英国以其世界一流基础设施条件 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透明健全的法律监管环境 近年来已成为中国对欧 直接投资的第一大目的地 目前有中国资金投资的英国企业品牌 可以列出一张很长的名单 光明食品集团投资的英国知名古物食品公司维多卖 三包集团并购的百年老店弗雷泽百货商店 上汽集团纳入麾下的英国明觉汽车 以及被中国吉利集团收入囊中的伦敦出租车公司等 据彭博统计的全球富豪榜显示 受6月24日英国公投退欧结果影响 当日整个全球百万富豪榜单总值集体蒸发990亿美元 其中买下大半个英国的李嘉诚资产缩水11亿美元 而马云和王健林财富则分别蒸发4.9亿美元和4.8亿美元 担忧派认为英国资产贬值将是投资英国的中国公司面临损失 乐观派认为 脱离欧盟可能让英国和中国在某些方面走得更近 英国脱欧对中国而言是风险还是机会 资产配置 中国投资者该如何采取对策 风暴正在继续 各位来讨论一下 这次英国脱欧的话 对于中国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含义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大的受益之处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简单讲好坏可能都很麻烦 我之所以没有把它完全列在这个赢家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因为中国跟欧盟的这个关系是非常明确 是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 是关系好面线 这个直接投资 现在这个伙伴发生了这个一些内部问题 然后呢英国离开了 那么这样也就是说对整个一个欧盟来讲 那如果它因此而发生一些不确定性 尤其是如果产生一些 它比如说它的这个经年的增长 有一定的这个下降 这可能都会影响到这个对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 因为我们第一大伙伴 第二个呢就跟英国本身来讲 因为我们其实跟英国的这个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尤其是在金融上 就刚刚各位都讲了 比如说伦伦金融层啊什么这个 对 12%的GDP 然后呢所有的我们的大的这个银行也好 保险公司金融机构 在那里都有相关的分行 那有非常多的这个业务 而且有好多的这个投资是所谓坐拥伦敦面向大陆 就是面向这个content 所以是通过它去转的 所以伦敦的金融层受到影响的话 这个问题会比较严重了 应该讲不是黑和白的问题 以后它怎么去界定 包括有多少的这个 包括这个金融人员啊 或者它的这个机构 会转向所谓法兰克福 或者转向这个巴黎或者卢森堡 这个都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 那就肯定这是一个negative的东西 这个对我们会有影响 但是反过来讲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相对应脱欧的这样一个英国 和一个没有了英国的欧盟 我相信从这个本身来讲 都要有这样一种向心意 就希望更多的扩大和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这样一种交流 这一点我相信是非常明确 我觉得其实短期的影响大家都看到 主要在汇率上 对中国量化的影响我也说不出 我觉得量化的影响的传导太长了 后面的这个整个的尾巴 我觉得现在我们谈 我觉得还看不起 但汇率上的影响 我觉得它的直接的影响已经很明显 我觉得奇怪 你们三个作为市场派的人是整体观点都比较谨慎 比较悲观 是什么原因呢 就今年本身是避险的 英国脱欧本身不是件好事吧 随着时间的发酵 我认为很多未知的事情 包括我们说美元加息的问题 美国大选的问题 都会叠加在一起 这些叠加的问题会在今年四季度 明年一季度二季度 慢慢慢慢再出来 到那个时候 可能我们才能慢慢地看清整个全貌 马老师我补充一下好吗 其实金融市场最直白 金融市场一看了风吹吵动 赶紧先把这仓位减下去 然后以后的事情 你们比较敏感 对我们是不会 金融市场是不会站在危墙之下的 所以我们做市场的人就是比较敏感 那么同时我觉得像脱欧 它从三个渠道感染到我们国内市场 一个就是我们直接在欧洲的投资 我们中国是这个UK 还有欧盟最大的投资者 直接投资者之一 脱欧这么大一个事情 它一定会影响到 我们在欧洲的直接投资的 第二就是从这个金融账户上 感染到我们 就是说如果币选停止上升 然后出现一个资本 大幅撤离中国的这个现象 那么这对我们中国金融稳定 也是不利的 这也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加强 这个金融边控的一个原因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重新谈判贸易条件 那么对于我们的中国的这个贸易 肯定是受到影响的 这一位老将开始了第三次创业 单据请安的案件 经历一次全行业的信用破产 您不够了解您的消费者 您请坐 请坐 请坐 这是最愿意跟各位沟通的一个boss 这船翻了你就都不是翻进去 7月23日晚10点 旗帜因而荣品董事长邓九强 做客波士堂 本节目有百年品质 西班牙原装进口贝蒂斯特级出榨橄榄油 独家冠名播出 在了解完整个的经济危机出现的可能性 还有对大的经济体宏观层面的影响之后 我们想聊一些这个投资人特别关注的话题 就是在这些英国脱欧的这件事情当中 由于它的爆发 给我们的投资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你们认为这次的英国脱欧 对于投资人来说 有什么具体操作上的一些建议 这个汤儿先说吧 好 我觉得相当于 对于货币市场的变化应该会越来越大 但是货币市场的风险也应该会越来越大 因为我前面讲了一个美元贬值的可能性 我觉得美国人相对比较精明 而且比较成熟 所以它六月份没有加息 是跟五月份的美元升值 有特别重要的关系 因为它升值4%相当于加息25个点 所以我们在看美元的时候 怎么看这一点对我们国内的投资者 应该比较重要 你是保值的长期的投资 还是短期的利润 或者短期的回报率 那你选择的份额和时机应该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角度就是人民币 因为我们现在把人民币做投资和投机的概念比较多 而人民币做实业和实体的概念并不是很多 所以货币贬值 我们的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对我们是好事 但是问题是 我们做的是跟实业出口有关的事吗 所以大家都在反思2008年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需要反思2008年 为什么 08年的时候我们都在干实业 我们是以实业为主 所以那个时候西方有危机 就是我们的冲击确实不大 而那个时候正好介绍我们发展起来了 而走到今天比方英国退欧的事出来了 市场的黑店出来了 为什么我们的市场比外部市场还恐慌啊 所以我的重心在哪特别重要 金融是很重要的 但是中国到了没有 到了一个金融大时代 这是特别值得我们思考的 所以你要把主业做得很好 你有收入 你在做金融这个辅助的行业 你的收入会更多 但是我们是错位了 我们不要主业 我只要副业 那你这个收入是无法保证的 伴随着美联储加息和美元的贬值 黄金应该是有机会的 黄金的周期相对于黄金 未来可能上涨的避险作用 这样一点也是会给我们带来机会 所以您这个基本阶段的给讲一下 因为我们特别希望听到 您一些微观操作上的建议 我觉得如果做货币的话 可以关注欧元短期会有机会 然后家元和澳元可能也会有机会 但是相对于英镑应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它要有我觉得有三到六个月的磨合期 你才能看清未来英镑的方向 如果做避险的话就找中性的货币 但是做任何一个事 我建议做短期不要做相对的长期 包括外贸出口的汇率锁定 三个月为好 不要做半年的也不要做一年的 因为这个市场太复杂了 你很难确定半年以后会是什么样 所以做短这个策略非常重要 但是判断的周期要长 你把未来情景判断的中期拉长一点 那你这个策略的判断会更加的准确 刚才那个汤儿在讲的时候 胡润仪一直在笑 我不知道笑什么 你的资产应该大部分都是英镑呀 对吧 你为什么要笑呢 你应该哭啊 我就在请你 就是说的一方面 这些全球化的影响 但是我是比较具体的 我本来是想买一套房子的 然后这是脱欧的 你准备在哪买房子 脱欧的在伦敦的 在买一套房子的 然后脱欧的前一个星期 我把我人民币全部还成一棒 然后我就失去了这个后来的机会 所以我在想 我应该是之前认识你 然后之前认识你 我就可以脱开这个机会了 那房子贬值了没关系 你的货币贬值 房子也贬值了 房子现在还说不清呢 就是房子应该是短期内的 应该稍微的下来一点点 因为我们本来利率要上去了 现在可能估计要下降 因为我们还是进口的东西也多了 所以房子房价的就是在英国 还是应该比较的稳定 所以整体来说也永远不会卖的最高的 也不会 那你对英镑应该没有那么悲观吧 对我没有什么影响的 基本上我就是以人民币加上英镑 我挣的是人民币的 我最近花的比较多的是到外汇的 我还是不会把所有的计单反一个单子的 但是会考虑买在欧洲买一套房子的 买房子 就是在英国买房子 也考虑最近在美国买房子 然后这样子就感觉比较安全感 就是因为三大火币都有房子的 就提到房子让那个蔡云老师来说一下 现在是在英国买房子的好时候吗 我觉得胡润的经历 应该是对一般投资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英建 教训班就说 是一个教训 就是把那个币种做了一个转换 结果呢碰到很大的贬值 所以我们的题目讲的是说 现在这样的一个脱欧的时机 是不是可以去作为一个 这个黄金 外汇 股票的投资 在我看来 会做这三种投资的都不是一般正常人 那在座各位都是专家 但我觉得一般人 一般人都不太适合去操作这个 因为呢 如同刚刚台老师所提到的 现在适合短期的进出 意味着你必须花非常强大的时间精力 去关注它 但是房地产不一样 房地产呢 因为它的相对的要素很简单 地段 环境 产品 我是觉得按照这一次的这种英镑 短线的下跌 当然后续会怎么样 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变数 但你买一个房地产总是没错的 所以你要伦敦赶快去买 趁着现在是 应该是一个相对理想的朝底时机 毕竟刚刚大家都提到这种全球化 你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是 好 这个结论告诉你了 要去伦敦赶紧买房 你同意吗 我同意的 但是我觉得肯定要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无论可以 因为他是英国人 他都是英国买房子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更大的问题是说 在投资市场上目前是全球怎么看 那这里面的问题的核心 就是回到前面 谭老师曾经提到过的 因为现在全球的核心资产的配置方向 看的是美元的动向 就美元怎么动 是影响整体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来讲 如果说从投资角度来讲 核心上还是美元了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 假定是说你认为 所有的货币当中 你认为比较靠谱的 就未来相对来讲 没有特别大的免质风险的 因为货币不是比特别更好 你找美国的问题一堆 你找其他国家问题也不少 你看你怎么横向比了 相对来讲 他是就是说相对比烂的情况下 他算是有经济还在增长 美元比较靠谱 相对比较靠谱 但是问题呢 不是适合每个人做投资的 我可以猜一句吗 老朋友不同意义 其实呢我觉得听下来呢 其实我们两边的观点 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不看好的 你看谭老师说短期 要看短期 长期就不要操作 短期呢就滚动波段操作 对吧 需要一个高手 然后呢这个 于老师呢 就说是比烂的行情 冰老师说 其实这个也有可能 那个也有可能 这个反正我们没有去 这个我们讲的 于老师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所以这个逻辑很简单 短期 短期风险非常大 长期呢也不怎么地 所以呢为什么 所以你现在除了黄金是一个比较确定的 一个比较确定 而且呢它的这个价格的走势呢 也确认了这个趋势呢 其他都是比较风险非常大的投资 是不是现在唯一确定的只有黄金可以投 黄金不是投资啊白了 黄金是个保险 就是说一个肯定黄金是相对避险的 另外一点呢 我觉得英镑其实应该会有机会 因为它有点从购度回调了 我觉得黄金大家都确定 我觉得与其买英镑 为什么不买美元呢 我们就先建议 即使美元贬值 人民币继续贬嘛 对国人来说 它是以人民币来和美元来做计较 所以美元贬还是不贬 无所谓 它只要相对强势就可以了 我觉得黄金和美元依然是 最重要的两个手势 最好的配置品种 我们的节目用了两期的这个场座 来关注这个英国脱离欧盟的这件事情 第一期节目讨论了 英国为什么要离开欧盟 第二期呢 从这个未来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演变角 就给大家做了相关的推演 所以在对投资人来说 听完我们第二场节目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更加的困惑 因为真的有很多的不确切心 未来它真的是按照时间的推演 才能够慢慢地让我们去知晓 感谢收看今天的头脑风暴 我们下周再见 股市暴跌一周年 有哪些挥之不去的记忆 6月15号开始 踏上了自己的死亡之旅 一分钟之前 我还是重仓涨停 收盘就是重仓跌停 在熔断的那几天 我差不多每天 以亏了我一年工资的速度在亏损 一周年又有哪些反思 只有一丝偶像 没有长久的偶像 所以这个股市却离开 假如股市重回 5178 7月30日19点播出 敬请关注 3178 grid的币 1204 4171 5171 2204 3174